修法黑心商條款 不法所得 有望 靠腰 已經縱容了那麼多奸商貪官 現在宣讀會不會太晚了 嗯 火車過了 比較在補補逼 現在修法還不是為了選票 這次會修法 主要是前年的大統長期黑心油案 他們光靠黑心油 就賺了18億5000萬元 結果法院 以大統長期不是自然人 無法犯罪為由 不能沒收犯罪所得 光是這一點 讓法務部認為很不合理 才提案修法 過去得先由主行確定 才能沒收不法所得 這次修法 就改成可以單獨宣告沒收 犯罪行為人 以外居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 並下例情形 經營取得犯罪所得者一同 可是頂心無罪也能沒收嗎 這一點 因為新修改的法律 在明年7月1號才生效 如果頂心按明年7月1號前 還沒有終審確定 就可以適用這條新法律 希望這個新法能對那些黑心廠商神之以法 嗯 我也希望啊 戴森 溫馨提示 今日天氣轉涼 戴森 J-Focus 噴射控流技術 快速均勻溫暖全防 沒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